少调少语之音风目中,还是这条时间的,所以说选的这个还是一样的,还是之音风目就像之音经的木学,还有同样的梅。 选手继音的心方经的中层穴,族继音的就是竹竞音干领的大冰穴,都是主继音木穴或者零的。 这个叫同名经的同名主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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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 砖穴又是有一个泰源,这还算是纠法,又是一个泰锡,然后加了一个光源,无想去干燃 还有就是条安的温和尽,每需要20个牛,以超红贵度,每日治疗一次,治疗急慢性肛光源急性期一到两次可以想象,慢性者治疗10到20次 有慢性的,这个密钥区感染啊,真有慢性的,特别是有些个中年的妇女,甚至一些老年的妇女,这种慢性的密钥区感染,甚至有个六七十岁的妇女。 还有治不好的,不说苍年有密钥区感染症状,凡是经常有。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给她这样的爱揪,揪官员血,加上太西血,加上我们五六七针法的主气客气主运,这么给她针灸。 然后,中药呢,也是,除了这种干净实质以外,我们多用一点,比如说这种活血丹,那所谓慢性的,这种椰木草,特别是老年妇女,都用椰木草,又能活血,又能够凉血的,椰木草什么的,三十克。 那些个,再一点那些清热解毒的药也可以啊,像蒲鲁银用的,也都可以用。 车前草什么的,也都可以用,这个,明花莲窍之类的,也可以用莲窍。总而言之像这样的, 可以用莲窍,多用一点这样的,活血丹,凉血的,清热解毒的,再配合我们的,再配合我们的专方啊,专业药啊,或者是灵脊帮啊,甚至你别的,不用用半开心湯啊,老年妇女的,或者是, 你别的,表现不了那么大火气的,可以用这种,临蛋汤啊,半成汤的,也有, 骨中一气汤的时候也有,别不是说,比如什么,其实有的,真正六七吃的也有人就是虚的,也可以用骨中一气汤。 总而言之,这是,都能治,这个用中药也好,用我们的折托也好,这种慢性的面积干人。 即兴得更好是能用这些方案都是唱歌的。 真正会给你讲的,官员越是用慢性的官员成果, 就越想像官员太新的。 刚才就另一个系统了,咱们下午再讲。 明白,下午咱们多做点实操。 昨天实操呢,有个同学有没有好好做, 今天下午咱们多做点实操。 大家至于说,看看有的同学有资源的模特, 我来给争也行,或者大家自己做也行, 大家会在商量都想。 总而是想的,大家愿意动手呢,大家动手。 愿意看,我们尽量让大家看。 总而是,我们学的确实是坚持我们的线下和, 包括我们线下和流水,真的能会动手。 会操作,这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越讲的后边, 我们讲的,想讲快点也容易点。 我们强调理论,大家不练的,也都不练的会了。 比如说,期间发言会了,后边还专屑什么的。 更多的,我还是希望大家互相的练一练,也好。 现在可以咱们再提拼问题。 还有,我看有点时间,主要是稍短的话, 咱们开始实际这种时间。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提拼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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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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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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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口中一气汤也好,都没有问题,都结合上一点这样的药,它就效果会更好一些 你想,年轿、乌婴啊,白红色草啊等等的,这肯定它得这种轻微解毒,趋力湿热啊,就是说里边有滑石什么,它有的是尿瓶,尿急尿痛,就症状明显的滑石又能够清热,又能够温尿,也都是可以的,这都是常用的一个药。 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这个时候,我们提到了,它还是和细菌感染有关系的,所以说,用清热解毒药还是要有的。 谢谢,清热解毒药,白花生花草之类的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至于说,那些硬母草,硬母草除了用这个,还可以用一些个,除了那种药西花药,比如说我们降学压图也是可以用的。 特别是什么时候降学压,比如说,因为它三队来长比较,也比较安全,也比较什么,没有独性小一点。 像有的那个,生完小孩以后,他本来怀孕期的认身高血压,认身高血压,等生完小孩了,然后在医院里住着,血压还没降他了,用各种药降。 这样,有时候,他们那些西药有的时候,多数的效果是可以的,有时候效果也不好。 又简单,如果他要能够接受针灸的话,加上我们这种针灸的,哪怕你就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的血液,按我们高血压的这些血液。 这个没有任何影响,不至于说,他们吃东西会洗药,还要让人家停屋。 那你让人家别停屋,我一停屋,有时候来不了,本来少了。 不是说停几天,完了想吃就有,然后木屋有时候停了以后再来,想来的时候没了,这比较麻烦。 我说的是生小孩,生小孩生完了之后, 人生高下,人生高下期间呢,怎么样,比如说,我说的是生后, 因为这个人长得麻烦吗? 产后。对,产后。 产后。 产后。 它是因为人生高下引起的,就是说生小孩之前的血液高,生完了,有的还高, 还高的,你一般都还住在医院呢,用点儿西药还降不下来, 它就当婚事治的时候,医院就开始让它停屋入。 这时候有的人就来找咱们来了,因为它刚刚产后都在医院,找咱们来就有办法给你。 那黄芹可以一起用,而且黄芹特别适合于那种单纯地氧高的。 单纯用以后就可以了,地氧高? 如果医院差不多了以后,或者是单纯地氧高的,就可以单纯黄芹。 如果要是一开始,高原和地氧都高,或者地氧高的,就加上一屋草。 其实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医院草,就是相当于侧重在高压的, 这个黄芹侧重在低压的,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也没有人这么科研实验的,也不是那种。 但是实际上评论的一般就是,觉得低压片包90以上的人多用点黄芹。 这个概念。高压140以上的人多用点黄芹草。 黄芹草又沥水又喝血,有什么,有正好时刻产, 连生化汤都不用用。挺好的。 可以把前面的几个五六七的证查下来。 加上,扔干呀。 我说的,常规用就行了,高级安定用就行了。 肯定能够让它起到作用。 加上我们的事。 还有,我还有一点提吧。 八成散用过方,你什么没叫客? 哦,八成散,你就查查手机,查查学习, 让常规的吧,那都是最普通的方法。 手机上查查,就很常规的。 老师,你们就那个,这那个事,你有没有再写一遍? 这个要求证明那样? 我说,他说圣兵的,说的方子。 因为字不大,请不。 那个方子,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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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相机,你说的方子呢? 有点失败。 我说的是,侧动尿毒症。 因为到了尿毒症,就比较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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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说的方子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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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一个方子呢? 对,八成散还其实是比较。 那这几两年,对,刚刚你做的方子,我一遍。 就是说,在吉山丹也是一个, 因为我说的,也偏专药。 大家正常的,整体气的方。 它还是一个什么,放入两专药。 对,对,对。 我们写上父子吧。 我们写上父子吧。 写上父子的文阳,这个笔子是曹范一样的。 写上父子的,有文阳的,有笔器的。 剥血的。 在文阳的,补气的,剥血的。 在文阳的,补气的,や补气的,剥血的。 排毒的、清理失热的、清理失热的。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让他帮助提升一下气急运行的方法。 像这种建议比较多的, 这样这样你可以随便下去, 或者是离谢什么的, 都可以,清理失热的。 这是基本的,在冰冰的情况再用。 如果我们看情况, 这个图子我们说是正常感的, 十二十个, 闲时的, 反正自己看办法。 黄旗, 逐渐的加碗, 能加到一块二, 甚至更多都行。 这个黄旗特别安全, 非常明显。 黄旗特别的三十克以上, 再少了就不好, 大方也从十克起了, 十克,十五、二十, 看情况下去, 根据观察的答片, 是商量人来的, 不是商量人来的, 其实是观察人来的。 圣麻热就不好, 这都是常规, 因为古中一汤, 圣麻热就不好, 圣麻太后, 就是圣七, 这这样, 我们也得三十, 这可能一, 黄旗旗用, 用这个, 糖尿病什么也很好, 小混RE sampai bleu, 糖尿病加点, 一块有三十克, 糖尿病加水煎乳, 我一般的还用到 impartial prima kulina 这都是很好的。 这个我们用的是量,其实说中医传方的一般量一般不传,但是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班也好,我们弟子也好,这样班也好,我就说大家学了自己知道就上来,别整天,就是说我们的东西最普通的还特别是要去公开的其他,所以不办法,也能别的学书了,这种,刚才不是因为这儿说起来那个,这儿说起来谭卫病老师说的, 不建议,但是你要真要用的,黄莲用多了以后,班线现场,干酱就要适当的多大,就是说相辅相成一顿,你要是,黄莲用了,比如说二十来克了,干酱怎么还十克,那干酱是三十克,几十克黄莲了,干酱可以再加点,十五克,这样的话,它都用起来就比较好了,又有,又干净,又干净,又没有复杂,又不至于太含,太凉了, 这样的话,又有点,也是跳舞的,你看人家用黄莲反应有三十克,甚至感恩就是,你这儿一开,受不了了,又不行了,那有时候是干酱就没有了, 一切就没有了,一切就没有了,一切就没有了,一切就要,也都是,三十也能用,十几也能用,这都不是太重要的,是做治愈的,重要的是这个, 穿胸是一个,穿胸在这里面很好的,在这种,我们家用黄莲装的那种,和学化艺术, 穿胸本身,不管会用来,穿胸本身也可以兴起,也是这个变方性的, 穿胸本身,它也是一个,所以说,它是,这个穿胸,属于这种,走动的一样,不是一个手的一样,走动的一样, 走动的一样,不得,就没事了,大家,你看,有热的,有寒的, 我们去看沙海论里的方,几乎都是,有寒有热的搭配的,很少的时候,有特,特别少,春凉的,春热的要很少, 所以说,习惯了这种搭配的,腐质,腐质的搭配,像石膏负质的搭配,习惯了以后,用药的这种,感量也大, 刚才我说的,黄莲,干江呢,习惯了以后,又没作用,力量也好,用的酵味, 因为人体是阴阳不根的,互相在一起的作用,是吧?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好,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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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就倒倒了 笑笑 笑笑笑 过程咱们坚定一点 各位让爱中医 让爱学习的同学们 大家现在 好 好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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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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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非常的棒 来 接下来用我们能量般的掌声 欢迎我们韩东彪 韩老师进行 下午接下来的课堂 下午 刚才说了 石操安排咱们 班主任 刚才总商量 我想这 大家想不想 呃 还是按分组四组 然后在后边四个方位 咱们从第一阶段开始往后过 过的话 也就这么说咱们 不要碰到什么问题了 大家互相能扎子 扎一扎 有些分组论 或想练习 咱们先往后过 过到咱们讲二以后 咱们再讲新的 好吧 好的 好 那就开始 还在做分组 你去准备一下 咱们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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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人在上面 在上面 上面看 这要是在上面最好 最好来个男士 男士坐在那里再上 好 我一句提到过来 找个搬上凳 搬上凳的坐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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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经常做理疗的 来当个治疗师 我看他有的 试试手法很好的 有没有来 当治疗师 他当一个 他当一个模特 明模 老师给准备一下 刮上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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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上凳的 刮上凳的 干手 刮上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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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你这脸长青了 嗯 你脸长青了 这个 青了 长得有伪偶 伪偶 伪偶 十年前嘛 最盛情的 肉麻了 对啊 真究竟有快掉子彼 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骨头吧 这个上发跨文吧 这个中文吧 这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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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照 这个完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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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点 这个 鱼字 好 两针下形 这个 这个 25 这 这 这个 这 这 就是二文协会 没想到 一寸的 不是 我想要经济 是自豪的 你对吧 我有一张 甚至是 我送医了 我送医了 自豪之银来了 叫人�� 两个 两个 编曲 从 刚的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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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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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人才是这个办法的 所以说密尿系的健康 它要是非要吃药 其实得吃很长时间 可以吃药 成功的也不少 圣结石的也有 吃药的也可以 针灸我们能够缓解疼痛 这个方法肯定是可以的 如果吃药过程中排时 排着排着说 正吃的饮药 排着就是藏起来了 我们就扎一扎 不也很好吗 集合着 包括平时我们跟它 边吃药边用的 按照五六七成法 这些个水位扎着 加上我们刚才说的 钛西线扎着 都是可以的 万幸甚衰 这没有新的 水分屑 这个好找 水分屑好找 这个肚脐上头一侧来 水分屑记录了吧 肚脐上一侧 水分屑记录 这后是不是重量了 好 刚才又有至少有两个人跟我说 对咱们五六七针法的选卸位还是半懂不懂 所以咱们懂得的人耐点心坐这再听一听 让不懂的再听一遍好不好 确实有几个孩子刚才说了不太懂 这次咱们不按这个上头的来了 对 随机的 咱们按手机来 就是说今天来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今天是五月十几号 十三号 十三号 十三号咱们先看看主气是什么 主气 少云军火 对啊 现在是少云军火 少云军火第一步选主气的学位 是少云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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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少云军火 就是少云军火 这个都是智能型的 我们不知道 就是直接了当 少云军火就像少云军的火炫 对 少云军火 那是小弟 搞什么 少云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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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不毒是哪个 南国 南国 这一步不会的几个手 咱们非得说会了 这一步不会的几个手 咱们非得说会了 这一步不会 别不好意思 然后过后又告诉我 我说我还不会 这一步不会的几个手 来 别跟他说了 跟我说 你不会吗 是你不会吗 不会 你有手机吗 有 找了吗 哪不会 哪一部不会 从哪一部不会来开手 少林医区 我这儿学会这儿 我不会 什么不会 你现在 咱们一顿不说 你听我说 咱们是少林菁火现在 这明白了吧 现在的主器 现在就是少林菁火 然后选少 因为是少林菁火 主器 就选少林菁 这明白吗 少林菁的 这知道选少林菁的 包括少少林菁和祖少林 都是 然后选火穴 这有问题吗 这没有问题 这不是会了吗 你都会了吗 这一部 不会 没事 再说一遍 这没关系 你要会了 你都坐下 不会站着的 还有什么 我先看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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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一下 她再过来怎么做 我先看一遍 让大家想想 真的会了 真的会了 会了 您现在 现在您说 这个 客气怎么选 您带给大家想 客气也是少林菁火 对 一步一步的说 客气也是少林菁火 客气也是少林菁火 少林菁火怎么选 选穴位 选穴位 所以 少林菁火 那就是 还是等于是 选那个 少林菁火 首少林和足少林的火 对 少林菁火 对 这两步确实是会了 这是一样的 对 这两个是会了 行 请坐吧 可以了 是这个会了 然后 第三步 咱们选的主运者 可能有的人还不太会 咱们主运 看现在主运是什么 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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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过 选火穴 但是呢 不是渣火穴 就是跟着太过 然后太过呢 就穴穴穴 就写火的穴 木火土 就是它的穴是土穴 土穴是谁呀 神门 神门 刚才讲神门 这部有没有不会的呀 这个又不会得举个手 不会得举个手 别不好意思 到晚又跟我说 又说 安省年婚 这个又不会得举个手 别不得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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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説外就是说 应该不要举手 没有 起码现在也应该都明白了 但是还是有多少,还是不少,有一些,肝脏病的脉性,坏死性,男性疾病, 不关于是ISGSA之类的,阳性病性之类的,大家知道有这种症状,携带状态,或者是持细感染状态, 肝脏呢,有一个坏死性的进展,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一看西医书记,很兴趣知道它是一个病毒,有的是在繁殖,有的是物反食, 总而言之是因为乙肝病毒引起的这个炎症,中医吧,就把它叫狂胆啊,邪痛啊,积聚啊,失劳啊等, 这个肌是干于脾虚,失毒内运,脾失见运,是吧,和干有关系,和脾有关系,脾不通运化的水骨精微, 的气血生化发源,是机体的,能力减退,能力减退,失热,歇毒内情, 又提到脾,脾虚水虚,脾虚和水池内瓶,内湿外湿, 吞气象球阔,为中央气炎,导致湿热,说明有了脾性肝炎的病人, 湿热的症状,但是经常有的,脾虚的症状,经常有的, 有的是吃不了饭,有的是什么水肿啊,干硬化的水肿, 当然,把这个肝病和脾病联系比较密切,和病机上, 我们温柔气象这一块,大家都特别熟悉了,我们先不说, 有变化的我们再说,这个用法我们也是用风穴,大风穴, 这儿有变化了,这儿已经是干硬了,这儿还真心风穴, 真心风穴下的最重要是,木不及的情况下, 木不及的情况下,想的是水穴,木不及吗? 木不及想的水穴,想的木的穴,水穴穴, 木不及土金水,水深木,沿着木的穴穴,就水穴,取全穴,取全穴, 胃与膝关节内侧那纳红红红红红红红, 五骨内侧,应该是内怀吧,内怀的后缘,半剑肌,半膜肌, 之间的那种凹陷属 取权 取权属应该是 那边有个伪中 伪中的算是内侧吧 这个应该大家也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你就不用讲穴位在哪了 下面有一个穴带 上面还有语名提示怎么操作 是 大家一会儿来自己找一找 然后砖属 这个呢 漆盆属 这个漆盆属 这个漆盆属呢 我们推荐一个 我们也是尽量的 让大家多一点的方式 这个推荐是用药物贴服的 这个就是用大黄黄白质紫 我们自己配的三黄白 这是我们自己配药 那么大黄黄白质紫 各三十克 用蜂蜜调成肚帐以后 大家使什么贴上的 是专门的那个贴膏药的现在也有 经常我们不是搞那什么 什么三幅贴上的 大家好多人要搞这个理疗 都有类的东西 或者没有人找二库 能复办怎么着吧 贴上再实在不行了 找到这个塑料膜也能贴上 反正大家想办法 这个呢我们就意思就是说 只一反三 有的时候地方 有的时候也都没有 那也可以完全配点药 这个药也很简单嘛 就得清了几个药嘛 黄白大黄质紫 就其他的有没有脾胃病的 比如说了 你帮中满蟹给他配点 配上点什么 桂枝也好 姜的也好 自己配点 你帮中满蟹 比如说 我是谁带体力啊 配方子说可以 这么道理也很点 大方好的 就是这么 甚至大家 就这么意思吧 用药自己 用 这是用的是封闭 自己 脚或脚 脚成的这高 贴上去 就行了 三十天一个疗程 每次贴六个小时 治疗肝炎 对这样的第一转暗霉 改善肝功能 有叫好疗效 这个还是有 这个还是有叫好疗效 对 对这样转暗霉 所以说如果这样 是有这样的患者 你给他推荐这么一个方法 也是很实用的 甚至你 你告诉他的方法 或者你要是作为精灵一个店的话 你自己动脚手 给他配上以后 也是可以的 配上点三十天高要别的呢 这就是普通的蜂蜜水 我调了就行了 这个没有说 因为他一个外服的什么 他也不需要很高的要求 三方本 你看他调蜂蜜水 成药包装贴骨 我们要是像熬高药的时候 一熬只有技术 又有这个粘稠度 从贼就再讲半天 这就可以的 因为他不在那个 作为这个来讲 不完整的 三方本 要不要加热 直接拌就行了 直接拌一下 咱们这讲的就是 调蜂蜜水成高药 直接直接拌一下 就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 不是在装着 讲制作高荒 有的讲制作高荒的法 就给他讲火候啊 当然调 可以的 你要是会那个技术 会做高 当然更好了 做出来那个高原可以 你不会做这 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三方本 没有任何问题 胆当结实 只有来一个结实 胆当结实 这个结实 本身也没什么 这结实本身 没什么好讲的了 大家就会知道 这什么结实 还有成分之类的 方面 碳上不撒 这个 我们这个 宁药用纸指南 还是按的 我们这个 大家都会查了 都会用了 如今 大灯也好 这儿呢 来了一个 胆经的 虾溪穴 这是一个形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些不熟悉的 可以看一下 根据 根据主愿 太过不及 选择 胆经的 胆经的水穴 下溪穴 第四个 然后主见量 和温度 这个专线 我们推荐了一个 点缺 实际上 我们就说点缺了 就是用手 手按一种点缺 双侧的胆书 你右侧 输血没住 扶卧位 脸血 可以用手 也可以用脸血放 或者 或者你找过 什么样的 你解决 都行 就是 也按了 或者说 推法 你应该会 为什么推法 也只能大工室 或者 用什么 这个推 也可以 或者省点劲的 用 用实质 第二关节推 都可以 点压 到疼痛缓解为止 胆输血 胆输血 他在说里面是从肩胛线下 从这儿往开道 找三 再往下输三段 这一题 旁开两分指 胆输血 十分钟左右 这种疼痛 就可以换解 症状重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延长 胆结石的胆脚痛 我们可以 起码 我们有一个 马上 马上来 治疗这一个方法 平时呢 我们 你药物也好 平时我们用针灸 治疗也好 都是可以的 在它疼痛的时候 我们就捣打出去 持续的按压 十分钟左右 可以换解 不换解的话 再加点力度 再加长点时间 这说的一般两三分钟 可以减效 这也很不错呀 胆结石的疼痛 疼起来 找到你 你马上有办法 泌尿系结石的 这个疼痛 它哪个 扎哪个 除了我们的 除了我们的 我们 钻血 把它都配了 先给它 把这些骨肉 这几个血液 给它扎上 按照我们这个 然后 就开始点按 它这个血液 蜜耀系结石的 太息 胆结石的 胆酥 这样的话 我们起码 能够一个治疗的手段 而且确实都有效的 有效的方法 有的人是这种 经常疼的 那边更适合我们的天天来做 有些人的介石是经常疼 经常的天天的这个感觉是 幼泪的脏痛 幼泪疼 我们就给它来 这疼的这几天 替它给它按一按 这我们的治疗价格也很有意思 还能做中的 拦战石的慢性疼痛的人 有的人很长时间缓截不了 这样的话 在我们的通过我们的无聊器针法 或者是我们的药物 结合药物治疗 或者加上我们的血液治疗 起码我们有把握说 按一会儿就让它喝疼了 喝疼了 回去了 就是很有治疗价格 第二天疼了 到时候就接着来找人家们接着案 习惯性编译 说一句习惯性编密吧 这个编密特别常见 还真有人是特别挖苦 各种办法也解决不了 都有 甚至有的可能被不住在座的人 也有这个习惯性编密 也都有 咱们把这个人也看看 别看这个感觉是 身体是听着热闹 但是我们好多人 平时见到的机会 并不太多 编密的是几乎天天能见到 如果是出门者也好 保健也好 习惯性便利 游程功能性便利 分辨硬结 排便困难 或者不进来 以及 每周排便次数 少于三次的 咱们再看看这个定义 为什么是我们再看看 一般的我们看这个定义 不那么反复说 我们看这个定义 是有好多人在便利的定义 理解的并不到 但说了好多 这个习惯性编密 公众性编密 分辨硬结是一个方面 有的时候呢 也不一定非得是 分辨硬结 这个排便困难 是一个方向 或者是觉得排不干净 这也是一个方向 以及排便次数 每周少于三次 我在这想说的是 并不一定非得 一说便利 就得拉着 那个干的 拉不出来才是便利 它一周少于三次 也好 或者是 它感觉排便困难 但真正排出来的 也不一定硬 也不一定特别干的 这些情况 或者排完了以后 觉得还老想排 这些情况都属于这些 我把这个概念 稍微把它理清楚一点 为什么要理清楚这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 治疗的范围就比较宽广了 用药的范围 针灸的范围比较宽广了 都是习惯性编密 第一个是说的 包括精致 情绪紧张 这个很多 忧愁焦虑 所以说 一说便利呢 我们 你看到 首先想到了一条 跟情绪有关 跟精神有关 至于说各别的说 这个什么 惊喜恐怀 强烈刺激等 那是另外 多数 导不注意 多数这种 像现在 类似跟 情绪紧张的 发愁的 甚至有点 抑郁的 都可以 然后便利并为 并未 肯定是在打算 穿达市场 气血经验不足 这又是一种情况 气血经验不足 这也需要注意 有些人是 气血经验不足 有关系的 包括气 有的是属于 偏气血 气不足 有的人是 包括偏血不足 有的人是 偏经验不足 这三个四个 三个方面 大家都可以分析分析 都存在 都有侧重 然后呢 它 疏固市场 导致的肺 肝肾 这个功能失调 结合导致 大肠的穿达市场 导致大便利劫 肯定是 其中 脾的硬化市场 脾不布筋 脾把筋液输固不了 大肠穿达功能影响 这是最重要的 脾气建议 这个水液输固就正常了 肠造得益不顾 穿达正常 则大便排泄正常 反正呢 脾气建议 水液输固时常 肠道干燥 穿达时常 则大便排泄困难 说明和皮的功能也很重要 配方呢 我们都了解了 主气 客气 主气 客气 主运 我们都会选吗 都会选吗 还是这个 中风 大敦 因为这次选的是大肠经 选的大肠经 就是首阳的大肠经 这个 它的水穴是二肩 二肩呢 在这个失职的 第二 第二长指关键 脑策 失败肉基础 像他这 刚才说 它和皮有关 能不能选皮经 可以啊 家属 或者两个都选 又选皮经 又选皮经 又选大肠 这也很好 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是不够大肠经的事 对 又选皮经的水穴 对 对 就是属然法一样 就相当我们定位 定个体经 定个大肠经 选的可以 不一定可以在这 只有一个大肠经 对呀 就是我们讲课 我们一致地讲一下 用起来 尤其是跟这个病基 这个思路是很对的 我们一致有皮 刚才说的肝病 皮病 一又选肝又选皮 也很好啊 是吧 都是很好的一次 没有问题 二肩血 这是约西部血 病的大肠 首脚筋大肠经 二肩三肩 第二章的关节 脑锁 二肩血 第二章的关节 第二章的关节 这个呢 这个专血呢 推荐了一个 承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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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大家 是经常用的 但是可能 可能大家呢 把这个承山血 用来治便秘的机会 就算了 还是不一定的 记得这个便秘也是很好的 承山血 那么承山血 它什么 一些的肌肉的病 脾肺的病 能用的比较多 或者是 我半生不随用多 这儿能说 变厉厂的 也非常好 扶沃尾 换个扶沃尾 肥肠肌放松 汤肺消毒后 用两寸烤针 直刺 承山血 浸针 1.5寸 患者 转到针赶后 行中等刺激 先连转十次 再批插十次 不留针 每日一次 连制十次 这个讲实也都特别细 这个呢 不是我们 王氏讲的一般的概念 我们把操作讲的 就特别细 这个朋友呢 我们住店的 因为也常用了 把它记住了 我们选的穴 都是非常有效的 你就把承山血 就做 在我们这个 维瑞锡这几个针 让它选一几个针 你把承山血 这个主器 就把它按这个方法 扎1.5寸 有针赶以后 中等的刺激 年转十次 批插十次 不留针 这和一般的 价格不一样 这个没有留针 每日一次 年转十次 每日一次免治十次 复杂的两个各种 这个编密其实说的好 挺难的 治起来 挺真碰上 难治的 人类有的 好几年这个编密 它就别是好 没 它各种办法用 有的时候 是你用了 吃了此次药 也就不用 过了一段 它就不行了 都是 所以说各种 但是我们呢 还是从几种方法 用手法 首先说常规的方法 我们说调整肠胃功能的 我们还从这个 拜下薰鸣汤上 折手说 这是最基本的 拜下薰鸣汤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然后 然后加一点 比方说 这个 润肠的药 比如说火麻人什么的 这都特别安全的 火麻人 火麻人 这个 其实有时候是 麻子人什么的 但是我们老说火麻人的 因为我们那 一般药房没有 火麻子人 所以我们都用火麻人 这个 就是说火麻人 根据你的地区 有麻子人什么的 有个地方有 你就用 麻子人 火麻人 哎呀 这是最基本的方法 然后 然后有的人 有的人 确实比如说 一些个 三十多岁的女的 比方说 可能你用小 全国汤 就是偏在精神因素 偏在抑郁的 小全国汤啊 或者斯米伞啊 这类的也有可能 也也有可能用得到 经常用的 或者你结合了 用斯米伞 半仙汤的 多加点芝食啊 或者什么 少加点柴糊啊 类似一种 生产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有树干的 或者直接的 就是小柴糕汤的 这些都可以的 就是想到干 也讲到干的 就情绪的体位 也有 再一个呢 就老年的 老年的 我们刚才也说了 气血经验不足的 我们根据情况 有四五汤 包括有些人血虚的 包括 甚至 有些血虚 四五汤的 什么的 也都可以用 反正这个便秘 确实是 嗯 因为它是长期的病 有时候你 用方的 有时候也确实是 不是说 不是说 每个就特别的 再说有些个 加点火血花鱼的 有的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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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用得到 桃仁啊 什么的 红花的 也有可能 这些 特别老的老年人 已经气血 气血不足 水虚 达到水虞程度 七十多岁 八十六岁的 嗯 然后 还有这些的人 你给他用 重气汤味的 特别是年轻一点的 用重气汤味 要 起码让他马上缓解 但是这个往往也不是个长久的 就是他 用了以后 它很快好了 好了 就有些人就算了 但有些人过着就又有 但是 嗯 起码找你来看病院 老是缓解不了人 你给他用重气汤 是能够很快治疗的 就可以 重气汤 肯定行啊 用大方 用 用 知识厚货 如果有的 确实有 那个大便 说的一团一团的 坚硬的 用法盲销 这肯定能解决 总不至于 有的人 去住院 解决这个病院 总不至于 到你这儿 让你说的 用点药 原来牌都没排出来 起码我让你 一两服药排出来 接下来我们在健脾也好 我们在 武器学也好 这种 永远跟 这个患者 能够在你手里 逐渐的治疗 就是说 你看着他身体也可以 差不多的 完全有时候 要是舌苔 红啊 舌苔红啊 舌苔红啊 更支持你用重气汤的 还不容易 就先用它 重气汤 就很好 首先先一两天 一两服药解决了 接下来我们在 可以朝着更本的一些方向来治疗 更本的一些方向 我们可以 气虚的 血虚的 情治抑郁的 刚才我们都说过了 嗯 说这个便秘的 如果 如果 完成三十多岁的 你的经常 很经常抑郁的 这个 接下来 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 知道 老年人的 多么 血虚的 阴虚的方向 或者也有这 中气不足的 不中一汤的 这种 老年妇女的 也 比较脱健 也都可以 总而言之便秘 又常见 又不见的 那 就特别好 完全解决 只能是 也是 改善症状 也就不错 不是说 可能是 扎了两天针 三天针 或者是 两步要 三步要 就完全解决了 解决了 过两天又来了 这个 大家知道是 这么的情况 所以说 碰上便秘的 也不要着急 也不要气馁 该怎么治 怎么治 大家心情集合的治疗 然后 结合 结合 他的一些本来的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有冠心病的 或者有更年期的 或者有月经不调的 或者是有什么 失眠的 结合的这些 一起治疗 也就好了 大概一起去 把这个 更多的时候 是作为一个 监证来的 作为一个主证 来看见你的 还是相对来 很少数 但是 我们在治疗 那些提问的时候 注意到 他有病病了 我们用上 这些相关的药 也就好了 实在 实在啥也没用 我们起码 要我妈的人 用上10克 热热糖 让他千大便 给人通上来 再说 你说我用了10克 不管是15克 还不管是 我们按照我们说 我们有盛气汤 不信啥 不管是 再不行 用了 你刚消了 还不至于 不至于说 下来 一般的下来 千导性肺炎 慢性千导性肺炎 是由多种 原引起的慢性肺炎膜 千导性炎症 你上腹 上腹部的 隐痛 时候保障 时力不振 以及爱气 等 主要症状 千导性肺炎 反正这个病 是特别常见的 几乎 那几个 时力不振的 相往不良的 都可以 都可以 是吗 是吗 是 天导性肺炎 咱们这儿 就有一个会想啊 中充穴 大奔穴 然后这想到魏晶 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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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儿选不来的魏晶 这也是个新的 我们前面 前面都没有选魏晶 这儿选不来的魏晶 选法那些都听到了 选不来的魏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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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 就是鸡蛋 这就是鸡蛋 对,鸡蛋 就像一个鸡蛋 要鸡蛋 也可以 我就 canonical了 这个鸡蛋 这是鸡蛋 这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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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鸡蛋 有冬孔嘛 是 是 是 可以 可以加快点 是 是 没有 该隔了一寸两寸 再来 还能够一下 是 去吧 还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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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区域 太多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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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的联系是什么 就是像一个人的 但他们的心情 也要是会更多的 这种空格 就是非是前感性胃炎 你反正这种慢性胃炎 会不舒服的 在上心里来想到你就全 全跟这儿想到这儿聊了 咱们也不是搞学术的也不是搞细腻的 所以受着限制 咱们直播为了讲得方便 就前感性胃炎这儿讲 所以我就认识了 这比慢性前脑症胃炎是 中原来引起的胃炎膜前脑症炎症 伤不隐痛 十五网上十五网上还几 这刚才说过了 但是我刚才说补充一下就是说 平常这些胃不舒服的病 除了那些癌症 或者是什么的 那些慢性慢性的胃病 都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就行了 这些背景前脑症炎症炎 这些背景前脑症炎症炎 其实有的是厌氧的 有的是需要有氧气的 还是需要有氧气的 感染的是慢性前脑症胃炎的 主要发明原因 就是说还是认为 慢性前脑症胃炎 和油门肝菌是有关系的 是主要原因 大多数细菌在胃内 强酸性环境下无法生存 但是这个油门肝菌呢 它比较厉害 它自己保护自己 释放一种成为 药素酶的一种酶类 然后它这个酶类呢 就产生了 这个碱性的 产生的分泌这样的东西 在它周围 保持它自己周围的中性环境 适合自己生存的 所以然后呢 让这个油门肝菌自己呢 在胃黏膜上生存下来 定制下来 同时呢 油门肝菌呢 还可以分泌各种毒素 以及相关的蛋白 进而引起炎症 就是说来解释一下 油门肝菌怎么来引起胃的炎症 而且胃的炎症 怎么着 为什么那么难治 就是这个油门肝菌的力量 但是挺大的 油门肝菌ague的细胞病 更是可以作为一种 抗然 诱发集体的免疫反应 就是油门肝菌自己 还能诱发人体的免疫反应 使是你那时候 亡肝菌越来越厉害 因此 长期的油门肝菌ег 可以导致 门肝菌出现慢性的炎症反应 寻致 胃炎的发生 或者油门肝菌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中药,我们中药一样也可以把这个油温干净制掉, 吸药才有吸药的方法去制油温干净。 除了这个油温干净以外,慢性的胃病和这个物理损伤是有关系的, 喝酒,高浓度的酒,喝大酒,或者浓茶,咖啡等等的, 以及进食硬质粗糙的食物,或者是过敏过热的食物, 导致未粘膜的反复的损伤,这也是物理损伤, 刚才说的是细菌损伤,再还说的是化学损伤, 我们要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些非战体类的消炎药, 如阿斯区域酸,抑制前温腺素合成,引发粘膜屏障的损害, 保护能力减造导致粘膜损伤, 保护烟里边,香烟中的鱼骨丁会引发粘膜血液循伤不足, 所以抽烟对胃也是不好的,吃SP零压等等也是不好的, 像胆质反流,胆质反流什么的也可以导致粘膜的损伤, 所以化学损伤, 临床表现,慢性前脚性胃炎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 症状的轻重和粘膜病变程度也不完全移植, 就说症状轻和症状重, 并不一定代表着胃颜膜损伤成功, 损伤很重了, 有时候可能疼的也不一定特别重, 损伤的轻也不一定, 疼的就是不完全移植, 大多数患者一开始是没有什么症状, 或者是有些症状表现一个腐痛、腐胀、恶心、 反酸、食欲不振等消耗不良的症状,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说, 像有这些腐痛、腐胀、恶心、 反酸、食欲不振等这篇话, 几乎天天有好几个, 我们都按照这样的方法治理一下, 这有个诊断, 诊断就是西医的说法, 靠胃颈以及静下的病理活检, 常用的检查方法, 胃颈及静下的黏胀活检, 通过胃颈直接观察摄像, 和对慢性前较性胃炎, 进行一个初步的诊断, 在这个显示下, 直视下就看了它, 取出来活检并进去检查, 可以进一步确认慢性前较性胃炎, 这个显示镜下, 我们这个胃颈下, 慢性前较性胃炎, 主要表现为点片状, 或调带状的同班, 并变区域, 往往的红白相间, 但是有同性, 同胃主, 未年膀可以失去光华, 圆成出风雪,水煮, 出雪, 等等像下, 这些个, 这是显微镜的问题, 然后,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接触过, 这个, 尿素实验, 或者是核素标记, 碳浮气实验, 简单我们说, 碳浮气实验, 都会接触过, 而且, 比较简单, 火气来测测, 这个, 收拾, 油门楼安全超标, 等等的, 都是这样的, 再一样测, 是否存在油门楼全景感染, 来评价油门楼全景感染, 根除治疗后的效果, 这个都, 大致了解一下, 知道有什么回事, 病机, 主要病机是, 含热挫杂, 喂食和酱, 万性千脚性胃炎, 属于我们中医学的胃痛, 胃疲, 等患愁, 我们这儿也就跟反复讲的, 平常呢, 我们胃痛, 胃疲, 胃脏, 胃不舒服的, 烧心的, 我们都帮他来点, 乱吃凉乱, 这个病程, 病程肠, 常是因为六阴清晰, 饮食不节, 情质不和, 寒温失调, 导致, 气虚, 胃气虚, 中气虚寒, 湿热蕴结, 气急不畅, 等等, 病机主要是, 寒热挫杂, 胃气失火, 如果要是饮食不节, 或是过食生了, 或是损伤胃的阳气, 导致, 虚寒内生, 寒淫气质, 胃气失火, 则表现为, 胃疲闷, 或者是能够, 喜温喜爱, 爱气, 文艺, 这些个症状, 都可能有, 这个病机呢, 还热挫杂, 喂食喝酱, 这病机呢, 我们也, 也要, 你应该说, 应该, 要很熟悉的, 了解这些个病机, 第一是, 能够知道我们用药, 或者是, 知道我们, 针灸, 通时呢, 了解病机, 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你和患者, 好好地去沟通去, 跟人家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讲的时候, 我们要是, 作为一个中移, 尽量你就用这个病机讲, 其实, 其实, 患者, 咱们咱俩也有经验, 也患者也并不是都想听你说那些油门干净, 说那些胃经, 很多患者, 反正我还在床, 因为我们就是, 虫中药, 或者, 虫中药, 或者, 纸纸疼, 咱们做这个, 从来我不说西医的事, 人家患者咱们看不看, 或者大致看一下, 就我, 浏览一下都可以, 但我说话, 全说中医的话, 就行了, 嗯, 否则的话, 又说中医的, 又说西医的, 又难说, 又不见得说得很准, 嗯, 又显得你, 就说中医的, 很多病人, 绝大多数病人, 是能够, 嗯, 我们起到一个沟通的作用, 所以说, 你和他沟通的那种, 你说, 含这次, 他为什么会讲更多的病人, 你把这病题说清楚了, 你说的, 情志不畅啊, 或者是什么, 微起失和啊, 或者是什么, 就你按照这个说, 跟你说病人, 很多病人是特别的, 认可你说的病人, 而且他还觉得你, 中医水平是挺高的, 他反而不认为你说这个,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第一, 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做我们的临床医生, 我们是中医医生, 而且第二, 我们说中医理论, 不要认为患者挺高的, 多数情况, 你说的, 这么明明白白的说, 他会很认同你的说法, 甚至他还很认可你, 而且还认识你是个, 是个像你, 一样的中医, 而不像, 比如说到了, 省级医院, 市级医院, 中医院, 中医医生, 他说的全是西医词, 其实有些患者, 还是反感这样的, 因为他是想去看中医的, 你给他讲点西医的东西, 这个往往, 我为什么在这儿讲呢, 我们也经常见到一些医生, 就是, 各种情况都有, 不光是自己的认识不一样, 还是自行心不一样, 还是观念不一样, 还是怕患者皮肤怎么, 这中医的, 各种情况都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作为中医, 想再用针灸治疗了, 想用中药治疗了, 我们就完全说中医的病基, 和患者沟通, 这种作用是很好的, 我是想说这个, 这个, 我们有的, 我们同志体有的同志, 还不是完全在注重这个事情, 所以说, 这些话我们要, 要把它看好一下, 这个, 像这个, 寒温失调啊, 中气虚弱啊, 或者有的是, 十热玉节啊, 气节不畅啊, 特别是, 记住这几个, 寒热挫达, 为气失败, 是个根本的病基因, 反正导致因素吧, 然后也是, 形制因素啊, 也是这个, 那么都有可能, 要和患者好好的捉通, 再一个就是, 他来到老我腻, 或者是老爱气, 爱气和我腻能分清吗? 讓人理解不均衡, 怖正是单狱, 我来到老 departments, 这个恶逆也有人十天半月之不好的 这也是我们针灸的比较好的一个适应症 我们现在还接着两位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 竞争强烈 社会和生活压力加大 亲自过劳 精神紧张 引起干起瘀制 沐浴 这应该叫土墟 或者胃气石河 则表现为沐浴 或者土墟 或者土质 因此看起来很重要 应该是在沐浴 应该是土墟 前面是干起瘀制 胃气石河表现为食欲不振 食后胃胀 由于过时肥肝后胃 辛辣制品 过度饮酒 死伤脐胃 导致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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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口臭 大半年 碰上这一类的湿热的 这也是一种情况 肝心脊肢的也是一种情况 偏胃胀的 偏这种热的 这湿热的 这些病因病基 大家也都要理解 胃痛初起 这也很有趣 这在降病基 胃痛初起多代气氛 日久则深入血分 这话也要理解 这和我们治疗完全不一样 用药也不一样 用真用血也可以不一样 我们都可以把它区分出来 胃痛的初起多代气氛 时间长了就可能有血分了 导致他这个血行不畅 胃的落脉于阻 产生胃管疼痛 这个无研究器这个 这是现在的时间 我们老想听现在的时间 我们现在是5月13号 4月2号的 2021年4月2号至2021年5月21日 现在是太治 少银 少银经火 少银经火 脚治 太治就是火太货 脚治工商银 脚治工商银 故意的多说两遍 木火图金水 一看到太治我们就是 直到生火 火太货 太治就是火太货 少银就是这个 木无极 就是说 主应 火太货 赫饮 木无极 主气 少银经火 赫气 少银经火 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大家已经没有很懂得了 也表现出来的一种火 而是不一样的是 少银经火 少银经火 和少银下火 还是有区别的 葬 古 经络的也偏 跟天下的也不一样 火热的多少 表示天下也不一样 5月份 主运的是太治 就是火太货 而且主气 客气 都是个少银经火 所以这时候气候 开始越来变得越热 今年好像在河北 十月中 保宁这一片 感觉还算 热的 还算 感觉天满一点 不是那么特别的 完全也不然更热的 但是呢 不仅是这个 这个季节 火热的现象 越来越多了 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 色彩黄 色彩厚的病人 确实 确实是 一个很多 这就是我们这个图 这是个4月2号的 4月2号 但是也和我们现在 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图 这不是3月2号到5月21号吗 这个图是六气图 这个六气图 这不是看这个 颜色重的这个 客气 少银经火 主气 少银经火 这是二支气 现在我们是二支气 然后这个是五蕴图 这个五蕴 主蕴 火太过 客蕴 这个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是不一样 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作为我们来讲 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可以了 然后上了这个 季节 新土棉 烧水 烧水就是水不及 四天太阴是土 再全太阳汉水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二四节气 这是 春分立夏夏至 立秋秋分 春分秋分 第二是立冬 冬至 立春 等等 这就是 大家对二四节气 也都不陌生 我们再看看 这可能和我们原来说的场合 我们再看一看 因为主运的 火太过 太治的问题 出现 首先呢 有一个问题 可能还是肺部的问题 肺部的焦脏 比较怕火热的 肺部问题 不光是说的 我们说的咳嗽 我们还要想到 皮肤病 因为肺主皮毛毛 表现皮肤病 特别是包括一些湿疹 什么的 也都 另外 烟口什么的 也属肺 所以这个烟盐啊 什么的 或者是鼻炎的 也都 也都 都表现出来 另外 主客气的上行军火 一些火热的症状肺炎 再加上一个水部级的中运 所以说 肺炎 或者是流感爆发的可能性很大的 肺炎 或者是流感爆发 其实这个流感爆发呢 包括我们说的传染病 包括我们说的瘟疫 包括我们说的新冠肺炎 这个就是 实际上这一段时间死了 这一段时间的 虽然没有在我们中国发 在全球发的第三波的 包括特别是印度呢 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呢 我们不去擦这个 这个 非得创出我们的预测品 这样的文章我们早就有 甚至19年的文章 我们看我原来那些东西也都写了 我当时那个科普啊 包括那些也都讲直播 我们讲 含蓄一点还是可以的 预防啊什么的 这都可以 但是这些都是 都是和这个运气是有关系的 当然 我们逐渐接触多了以后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吧 大家逐渐的观察 还是你自己用 总看别的 总认为别人是时候出关了 你自己学会以后 自己看哦 因为它也有些道理 水不及 这些火都是火 都是什么 这样的情况下 切火异常啊 偏火热 或者消费啊 这些东西还是能逐渐的理解的 如果出现了肺炎或者是肺热 出冰血等等 这时候可以考虑用麻腺食杆汤 这当然了 用治疗这种 呃 呃 肺热 所用麻腺食杆汤 前面是这样的 具体的可以加减 荒芹 荒莲 质子的 刚才我们是用了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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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用 量解感冒 荷剂等忠诚药 其实这个忠诚药就是清非热的 我是已经开那个 棉花青的酱囊 这个因为比较多 把那感冒 荷剂啊 经常大家看 熟悉 每个都行 人身败有伞什么的 清热除湿的药 这些都是可以的 对于湿疹之间的皮肤病 可以 考虑有清热的 有趋风的 所以湿疹往往是有湿热的加趋风的 趋风的 趋风的小洪伞 其实我是不是 昨天 讲了我们区风的 像我们说的一个什么药 谁能想起来 嗯? 嗯? 说区风来的 我我说了个什么样的 重要的 讲禅商业 再说一遍 讲禅商业 讲禅商业 可以 我 昨天 我说的是什么 就所谓的类似康福敏的 那无眉 还有什么 对,我说的是无眉禅退,无眉二十克,禅退十克,用在试诊上也是非常好的,这是说的,用在过程性的病上也是非常好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可以用的,你就把它当成抗不敏药用也没有问题,然后你应用非常广泛,而且效果很肯定。 就是说肖峰这种诗类的,像什么土福灵啊,碧蟹啊这类的,也都是常用这种诗人也好,包括我们说的那个通风也好,包括甚至包括一个前列腺的集团也好,当然像这种土福灵三十克,碧蟹十五克的,这也都可以用的, 都没有任何理由,都没有任何理由,都轻微湿热,包括湿疹,这类的都效果都昏。 其实湿热,为什么说前列腺,那不也是湿热吗,前列腺,人是湿热为主,有个阴囊潮湿出汗, 你给他用的这样的土福灵啊,碧蟹的,再加点什么,碧蟹,碧蟹,刚才我写过一次,一个槽子头,一个解放的解,上午我写过的, 都用三十克吗?碧蟹少的,可以写十五克,土福灵可以三十, 就这样的湿疹之类,你用这一类药,比如说,我们用的那种,拌下馅仪汤清理湿热的, 加上我说的这样的药,效果肯定是有的。 因为这不是提到的,湿热,湿疹之类皮肤,用这个消风类的,用清风类的, 消风伞当初也是刚才说的,用这个几区风类的,因为肾虚的原因, 温清理的使用概率会高一些,就是一些城邦,这个大家可以看,用这种都没关系。 特应的目不及,特应是说目不及,和我们说的那个稍微有点不一样,和我们使用这样的不一样, 就是说这些客运,目不及呢,肝胆书业功能还会有些个时长。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说,愿意用这种,我们说跟王平用的那种方法是这种, 这种客运呢,它和主运比较接近,互相主运,客运配合之间, 让我感觉出来,分析起来比较更准确,否则的话,要是那种目太过来讲, 它前面上语文出这些是目不及,这种目太过,有时候相接起来, 联合起来,未必那么预测的那么准,或者分析的那么准确。 这我说的这句话听懂听懂,没关系,这是额外说的,这句话我没听懂,没关系。 就是我在想说,包括我们软件上这个,也是,这时候写的是, 木太过,刚才,你们软件上,但是我们这儿分析的说的是, 啊,目不及那个说的。主运客运不一样,两种方法。 因为科运的木太过去,所以肝胆的疏血功能还会综合一层。 这时候应该注意肝胆,肝胆疾病的发作,或者是胸膝疼痛,或者肝胆部位的疼痛。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胆胆炎啊,胆叶石啊,等等,都可以。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刚才的方法,胆疏血啊,什么的,来治疗。 加上我们的额外气的疾病,都可以。 对于消化性疾病,像现在这个哨音筋活,克制了皮图,就可以用小肠汤。 哨音筋活,克制皮图,可以用小肠汤。 哨音筋活,克制皮图,可以用小肠汤。 有时候又拌一下血腥汤。 好像今天也有一个咱们的提科的咱们这关系的朋友, 所以你们就忘了是谁了。 我摸它麦的时候,我说来摸摸麦,判断一下。 对,判断一下,我是在分析, 应该用小肠汤对咱们的科,所以还用拌一下血腥汤。 从麦相上来讲,拌一下血腥汤,一般是右官的浮华麦。 就是说,右官,右官说脾胃嘛, 光是一个湿热庸致的麦浮华。 这样的话,我们会用拌一下。 如果它是左官的,这种弦也好,浮华也好。 这类左官为主的,可能是干干热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偏向用小肠汤。 在结合上它正常啊,这些结合上。 如果要是偏右官为主的, 可能更多的用拌一下心的汤。 这样的话,这个麦法上有时候也会帮着我们来选拌一下。 所以说到这儿也提了一些证明。 如果绍脚啊,木不急,木于土须, 可以用丝尼伞。 这还是说树干的药,丝尼伞。 丝尼伞和小柴胡汤差不多。 差点清热的药,差点健脾的药。 这小柴胡汤啊,丝尼伞和小瑶伞也差点,也差不多。 小柴胡汤,丝尼伞和小柴胡汤,丝尼伞和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除了这种清热, 我们小柴胡汤也对这种所谓的英语也好啊, 对这种精神这种烦躁啊,或者是这种失眠啊, 中年有点这种失眠关心症也好,英语症也好, 但是那种中年女性的,小柴胡汤的机会也是很好。 这个主方专要呢, 不是企划专,企划金方专要一派嘛, 企划管载展跟企划的话, 可以安利利用。 我们方可可以加利用, 比如刚才选了个小柴胡汤, 这儿呢, 在这儿选了个小柴胡汤, 你可能选四个小柴胡汤, 就像半小柴胡汤的情况跟着这些情况, 但是这些未病。 其实, 多数情况, 更多的情况, 或者说你, 你不变那么细, 你就干脆用半小柴胡汤算了, 你说我分辨不了那么清楚, 干脆我就直接来当半小柴胡汤。 打生10克, 干草, 质干草6克, 干僵6克, 荒棉6克, 荒芹10克。 这个杀人呢, 是不算半小柴胡汤里的, 别的都算半小柴胡汤。 杀人呢, 为什么家里有杀人呢? 这种乱性胃炎也好, 脾胃病也好, 可以重一点, 可以用杀人。 但是有时候我也, 并不太用杀人, 杀人相对来不容易, 也不会。 所以说呢, 大家也看情况。 或者更重一点的, 或者它经济成熟能力好一点的呢, 党身也可以化成人身。 就效果肯定是更好。 其实用人身, 肯定是用比党身更好, 因为人身的, 党身虽然也不一定干燥, 但人身肯定不干燥。 更好一点。 但是, 通常我们开商, 就是党身就行。 个别的病人, 我们就行。 杀人呢, 一般也可以不用。 用的话, 贵点就贵点, 给人说明白。 人家, 不但有多数人, 不但能够接受, 你就得说明白了, 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用。 所以, 沟通我们, 换个沟通。 功效, 含热平调, 消比散结, 比起合胃。 主治的含热挫达, 未施合酵所部分, 慢性, 前表情练, 主要表现, 未施合脾闷, 或障碗, 爱气, 文艺, 食欲不振, 等等。 所以说, 我们看这些专药。 这些专药都非常好, 我们要把它记下来。 专药呢, 必丁散, 生地是五克, 丁香三克。 这个丁香呢, 有的人不服这个味儿, 吃了以后觉得这个味儿, 这个香气很难受, 但是我觉得, 我绝对是少数人, 多数人没提这个事儿, 确实也有换个问题。 丁香三克, 生地是五克。 然后, 单身影, 下面讲了他们的区别。 下面讲, 单身影, 单身是五克, 三十克也没事儿, 碳香, 这也写三克, 杀人六克。 千兆性胃炎的主要病激是, 寒热挫杂, 喂食和酱, 因此, 只喜欢用半下西银汤, 平调寒热, 虎心定静, 调合胃气, 热血损伤胃阴。 热血损伤胃阴。 热血损伤胃阴的时候, 产温调, 温温温温调, 降气和胃。 这个里边, 我们刚才提到病激的时候, 我们提了一句。 一开始前表达的是气。 气分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特别有, 包括有音虚的时候, 你就是加上了冰箱兄弟的形状。 要是由血分到血淤的情况的时候, 就加上后半身的单身影。 气质血淤, 因此单身影, 活血比气散结。 或者是你干脆你说我分不太,我不分不了那么清楚,有没有允许,或者我不分他,你说好多年,十来年了,老胃病了,就干脆就给他用上单身瘾,就不用分那么详细的,从理论上我们不能分,因为不分也一样,就是老卖病了,你给他直接盖上单身瘾, 时间不长,你一共才二十多岁的小孩,就可以不嫁,这个道理就是血分,我说的单身瘾,单身摊枪杀人,就是说老病,老胃病的人,肯定是有血运,那我们就肯定加上他,小孩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的,你可能不嫁单身,但是这个,地丁伞呢,特别是有未允许,什么时候有未允许,除了口干口口油,你看那个蛇胎,很多人一生, 一生开以后,有树的那个,有树的那个,有树的那裂纹的,这可能偏被引起的,不光是干,它有时候舌开是裂的,裂的纹的,这可能偏被引起,就是,就更需要我们生灵哦,这是稍微辩别一下, 这些个东西,也很重要,这些东西为什么也很重要,因为你,你见到了不同的病人,它是,它是有不同的坚症,甚至有的主促就是来自这个, 病人,怕冷,或者是腹泻,就是把生命去了,家里有什么,无猪鱼啊,无药啊,这就相当于偏点凉了, 谁叫手机啊,明天全部叫手机啊,那学习啊,偏大凉了,我们用温费散含,增强温费散含的功效, 然后这个,病人口干口渴消补扇肌,消补扇肌,消补扇肌,我们都理解,就是它特别饿得快,口干口渴的, 这就可以加重生力的用量,还可以再加到百合上,增强这个异类养的功效, 然后这种,未完敲打,通向口渴,要是像,呢,河北这一带,都说烧心,大家都能听得懂, 有的地区,可能说话不一样,术语,就是说未完敲打,通向口渴,或者口中意味,口中意味, 口中意味,绝对大便研制的,不助于三颗,阴沉时刻,诸如时刻,麻石念三十颗, 增强的是清热丽湿的多,阴沉,诸如,这些都可以,或者是烧心很厉害,巴酸很厉害的, 加点这种,治酸的药,比如说瓦莲子十颗二十颗,也都可以,同时这个有些人就是以烧心来的, 来煮素来的,就知道烧心其实也是这个病,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也是这样, 烧心的原因,除了我们的胃,它本身确实是胃病的问题,但很重要一个诱发因素, 我在这儿给大家提醒一下,不然我们是保健也好,是给别人知道也好, 烧心的除了这些病的因素,很重要的因素是和温度的变化,温度变化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穿着衣服的能热变化,在家里穿着,出去以后一招凉,温差变化大, 我说温差变化大,一下子室内室外温差变化大, 这是一个可能就烧心就引起了,再一个是吃的温差变化,喝的温差变化, 反正胃就不好,正常的话它没事在屋里待着,喝了点凉水或吃了点凉东西, 开始引起潮心来了,这样的话,睡觉的, 没关系啊,那么睡觉不怕,大家主要是怕咱们有些关心这样的话题的耽误了我们的机会, 睡觉我是喝,我是没关系的,不怕睡觉,但是我怕影响了大家真要关心这方面, 说烧心的,就是说注意温差,包括我们个人要是有烧心的事, 该穿着包满就是包满,不要搞不穿大,吃东西也不要吃得很明差大的东西, 这个很明显,并不要因为不重要,我才说出来,实际很重要, 人论就是因为这么点事,就引起来的稍心老挤,就不知道, 其实你说,让它吃的喝的温度均匀点,或穿的实内实外,或者均匀点, 就发作的机会就特别少,否则的话它经常发作, 有这个因素很远的,意思就是令人体卷华丽,白猪肤苓, 四斤子汤,这是这种体虚的这种,四斤子汤, 生命株草,白猪肤苓,这个就可以, 腐胀者,腐胀爱气,这也非常多,而且多数字都有, 所以说像,特别像那些蛇胎后一点的人, 他就说不说这些蛇胎啊,爱气的,说不说这些症状, 特别它加了厚泼啊,直鞘啊,或者是佛手啊, 都被它用上那种力气的地方, 因为胃一降为顺,胃是应该老是一气降的,才是会顺的, 包括我们扎针灸也好,撒你也好,或什么也好, 我们吃药也都是让胃降下来,胃气降,它就胃病才能好, 所以说呢,他说不说这些症状,我们尽量地加上厚泼啊, 这个蛇胎特别厚了,我们加在胶酸筋什么的,肌内筋什么的, 也都可以啊,这都顺手就加上了, 蛇胎特别湿的,加在粒湿的,除了粒湿佛林类的, 我们看了也觉得不行的,还可以用点方向啊, 这个配蓝什么的,都说了以后这些病,天天见, 虽然我把这儿用了这么多时间来说这个, 只要是我们是个临床医生,可能是天天见, 说我们的五六七真好,这块呢, 这都是现在的时间了,你就看了, 现在时间我们选的,选少傅和阳谷, 这两条我们天天说的,大家都会选的, 就要跟你说了,少年年火,我穴,少虎穴, 如少年身体美丽穴,特弃通明,不像人一样。 就说刚才我想看这个,我想看这个, 我刚才想说的两股秀,我觉得好像刚才, 在后边床上有个渣的位置,稍微的,这个, 它手机收起来啊? 稍微的,你看,这几个,这块骨头,下边,这块骨头的下边, 这个周骨,如周骨,如周骨,虾龙,虾黄,吃白肉基础, 再一个,一个是吃白肉基础,等于相当于,这个, 这个,这个,根骨前面上,上面这有个大的, 这个,不用扎到这儿来,不用扎到这一袋来, 稍微看看这个,为什么是这样,两股秀。 那这个,这个,画了,这个,都被一个画的一条, 我们俩路线。 嗯,然后,分据这个, 分据这个, 分据主运, 分据主运,定在位, 选足央能胃经的土屈。 主运,我开过,选足央能胃经的土屈, 主参与,我开过, 我开过就选你直讯了, 跟它下到没有了, 我直讯,对, 不过土, 不过土,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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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参与, 这个,不用看了,主参与, 然后呢,我们专学人们, 专学我们, 一件语的中文。 我想这个呢, 待会大家都试操一下, 把这种方法, 我先讲, 讲完再说, 把这种方法呢, 一个是学明白的, 更多的是, 把这种方法, 你可以作为一些个, 重点的学位的一个, 普遍性的方法, 特别是腹部的, 一些子公正疾病啊, 腹部啊, 或者, 或者大腿比较适合做这样的, 很多病, 用这种方法, 能够提高, 针灸的效果, 提高很多, 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去预访三文, 直到这种, 扎针灸还能够用这种文化, 来提高针灸效果, 就是我来讲, 大家认为定义的, 睡觉呢, 可以想了, 啊,同学嘛, 中点来了, 我们都是来学针灸了, 刚才对药感性, 没有关系, 但是呢, 因为这个病缺评太常见了, 我们正常讲的, 中满穴, 位置, 大家谁都知道, 中满穴位于上虎部, 胸脂下端, 和肚脐连接的终点, 其中间上边四寸, 比中间的画子, 存在二分之一的, 从心口窝到肚脐而四寸的地方, 心口窝到肚脐而中央, 说了半天都是这个地方, 肚脐下端, 肚脐正中间, 所以它叫针管, 为什么叫针管呢, 因为它在这个胸脯和肚脐正中间, 那时候它叫针管, 叫个名字, 因为还有上管下管, 下管的说, 就是它在正中间, 对, 操作, 消毒, 这没有人说, 针管常规消毒, 用两寸到两寸半的针, 吹直, 气乳, 近针一个, 一到一到五寸, 扎的应该说也不深, 就, 吹直扎的一寸到一到五寸, 扎的也不深, 然后感觉到酸, 麻, 脏, 成, 反正, 得气了, 所以说, 针管觉得满意以后, 觉得确实有针管了, 留针三到五分钟, 留针三到五分钟, 然后, 将针退至皮下, 退至皮下就是没有拔出来, 在皮下呢, 退得差不多拔下来, 然后把它呢, 说实话, 就什么意思吧, 就横刺, 横刺呢, 我们先把角度向上, 向上的话就是上来, 向上, 透刺, 往下, 往下, 再, 往下, 再, 透剑里, 再, 往下, 再, 再, 往下再, 透剑里, 真敢向肚脐周围传导, 就是我向下, 刚才是往上, 刚才是胸部啊, 往下就往肚脐传导, 然后, 再留个两三分钟针, 再将针退至皮下, 然后, 横着, 刚才是上了一针, 下一针, 就横着, 横着一针, 横着一针, 横着角度向左右, 两侧, 左边啊, 印度啊, 凉文啊, 这就是, 也是一到五, 一到五到两寸, 要求真敢向上腹部, 或者两斜下, 怎么放散, 正常呢, 是中腕的一针, 向四周, 透刺了六个血纹, 这个治疗脾胃病本, 要选, 等于把脾胃周边的所有的血纹刺了, 就变成一针, 觉得还不过劲, 我们就, 再开房子换, 在中腕的中心, 再拔个火罐十五分钟, 这么一套蒸发下来, 胃病肯定马上是见效果, 肯定是在听的, 其他的也一样, 比方说, 男科病啊, 副科病啊, 官员啊什么, 类似方法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包括我们, 想减减回的, 在侧面, 这个小服务侧面, 类似的, 类似的减肥血, 可能我们后来提到, 用这样的方法, 或者是, 屁股和大腿疼, 哪疼, 炸哪, 炸完以后, 周边这么刺, 都是很好的方法,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做肯定都能够, 避着见影的这些效果, 比你单纯扎一针, 一想成料, 它把刺针都扎了, 而且, 刺针扎和刺针的效果, 不关键一样在哪, 它, 应该还是, 还是这个, 震扎强一些, 应该是, 年转, 行针是有的, 然后留针也是有的, 常规效果, 刺针以后, 什么叫感觉三八张痛, 真感, 就是说每一次, 都让它感觉有真感, 有真感, 肯定要行针, 要延转, 要提差, 让它有真感, 满意, 而且得满意, 传的方向也对了, 这种三八张痛的感觉也到位了, 这时候叫满意, 每次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才能够有效果好, 所以说, 你这个说的几点吗, 你会给四超强看一看吗? 就是说呢, 咱们讲完以后, 咱们做一遍, 是要, 是要, 是准备一遍, 这个, 是四超强, 先打针, 还是先打碗, 都准备一下, 拿完这一遍吧, 拿完这一遍吧, 好, 谢谢王海, 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拿铺, 在哪, 不是, 不是, 上铺, 上铺, 第一遍, 第一遍, 三遍, 第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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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一块, 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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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真瓜, 带真瓜看那个, 演示的时候, 看他们做的东西, 看大井啊, 能看到吗? 能看到吗? 大块, 这个, 三寸, 加一寸, 四寸, 你这个红角是啥呀? 这个红角是长的吗? 长的没事, 长到, 挺会长, 长到中晚上来一点, 王辈是好, 谁说的, 不用凉了, 对, 不用凉了, 也可以这么凉, 中断嘛, 这部胸骨在这正中间, 二分之一处, 还就是这个红角, 人家这个, 自带标志, 自带标志, 让可以, 一擦掉了, 那不是, 那是蹭的, 不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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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刚才不是, 我说用这针瓜有个好处, 它这个, 这个演示的时候特别准, 也在什么, 刚才说, 四寸, 加一寸, 这个位置, 这个针, 初学的用这个特别好, 平常用也好, 有什么好处, 这个, 可以完全的, 完全的不用这个, 触摸, 不摸针, 这倒也好, 这个, 其实这种东西吧, 现在也没太强调的, 不用, 这一个针就行了, 也没有太强调的一个规范, 没个什么规范, 嗯, 你比如说, 到底是不是五菌啊, 要说五菌啊, 说我们戴上手套, 五菌操作, 这肯定是最规范的, 可事实上, 我们操作的说, 特别说, 我们传统一点说, 搁着裤子, 直接就扎上去了, 是吧, 这个, 我们要讲, 我们要讲, 特别我们提上, 肯定要提上五菌操作, 嗯, 提插也好, 粘转也好, 感觉越来, 还是越有点劲儿呢, 你感觉呢, 嗯, 酸麻长, 沉重, 有点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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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有点的气感, 有点气感, 你可以稍微留个三分钟啊五分钟啊也都可以 三五分钟都可以 可以我们说留阵三五分钟以后 在这个在这个行程过程中 它有了这种酸麻胀的这种气感以后 蒸干以后留阵三五分钟 然后我们拔着皮下 拔着皮下向上 向上这么斜着转方向 让它呢尽可能的有一个 尽可能往这方面有一个传导的感觉 找这个感觉有的话说话 现在还不明显是吧 没有是吧 还是疼是吧 口上疼 还是还是不很明显是吧 它这个感觉不很明显 不很明显 那你自己说的我还没好意思说呢 其实我真是想那么说 这是向上 向上 最好的效果是有一个震感传导 它这确实不是太明显 虽然不是明显 实际上它震感是有的 它还是下边 这个有了 还是有得气的 对 还是有得气的 有的时候确实需要 激发激发 需要提差 粘转 我们昨天是加哪个穴位的时候 我们说可能是内观 不行了 可以稍微按一按一按 激发激发 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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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气 也是可以的 或者提差 粘转 一下是可以的 然后稍微停几分钟 三五分钟 留针 相当于留针三分钟 五分钟以后 可以 可以逐渐的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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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 冲 麵 冲 枪 凯 数 和 水 小 来 准备个罐子吧 待会给它拔一下 感谢观看 我已经稍微的斜度大点 也稍微伸了一点 其实脂肪太多了以后 太平了以后 它全是刺激的脂肪 脂肪层没有什么神经 这个地方才刚刚到脂肪 到脂膜里边 这个位置可能略微有一点 这个位置可能略微有 这是才到脂膜的位置 所以扎针确实也跟人的体型有关系 本来我们的讲课讲都是一寸到一寸半 这样作为它的养一寸到一寸半 连虎膜还没铺着 然后我们可以再退着皮下 退着皮下的以后 退着皮下的以后 这个横刺呢 这个横刺呢是这样的最好能够把 胖广 把这个味精啊什么都 但是它这样了 碰到了 碰到了又干净了 对,只是到这个角度,它才刚刚稍微有一点 这个对它来讲,再长一点会更好的 因为这样的话,你太平了,它就完全没感觉 但是你要太深了吧,又没有往这边凉门啊,你们这边走 然后再停针几分钟以后 这样是有的,是吧,这样它是有感觉 有感觉以后可以稍微留个三分钟,五分钟的 这个呢,提针的时候呢,就是说提到,它有时候会很疼 拧着肉,拧着脂肪就过来了,就转方向了,那肯定是疼的 有时候我们做其他的针子,大拧疼的,那你要给人没拔到皮下拧着呢,疼它很的 所以说扎我们的小针就也是一样,意思就是说退到皮下,尽量退到皮下再改方向 小心,出来,出来也出来,出来再扎进去吧,这也不是什么 是吧,这也不是,那你没办法,你出来 再重新扎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尽量的是,不出来 不出来,不出来,我们要求的是,不出来,不出来这个呢,你看这是,这是很轻 这是确实到了皮下了,这到了皮下,这会转多少度角度它也没有问题 就是这么脏,因为它这个针针这么脏的话,对它感觉全在脂肪层,它没感觉 我们没办法,只能,应该是到这个角度比较好,长点也行 它没有的话,我们只能稍微的出来,这其实我们手下是有感觉的 知道它在,在这个位置它就有点感觉了,是这样吧,到这个就稍微,它就稍微有点感觉 到这个角度,它就稍微有感觉,我们手也是有感觉 就是说我们得气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它自己肾妈张痛,患者叫得气 我们手下呢,有的我们形容它说有点像钓鱼的感觉 或者里边有点这种漆啊,或者什么有点东西的感觉 而不是像扎一个衣服进去,完全是空的,空气一样的 但是你要,这个不拔针,拔罐也是可以的 拔了罐,拔了针,拔罐也可以 因为带着针搬,等于说也又可以 甚至有时候带着针出的血,拔罐也是可以的,并不说不行 只不过你有时候这个针,你看它,根据你的需要啊,或者根据病人的情况,都是可以的 能不能硬口 我刚刚不然给他看了 同一个整颜色,在这四个 周边这几个的血,第二也增强了这个血位本身的作用 你想那个的话,光是扎的周边这几个血位,剑里啊,上岸,多扎了几个针 但是对这个中板,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 但我们学院的主血实际上是选的中板 你通过上下左右的作用,它的作用应该是加强了中板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实际上很多的时候,这是专门的一种扎法 这种针法呢,对很多病,为什么说,为什么选了这样的? 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这种针法是,早就有先人的一种发明 这种针法呢,应该说,对很多部位的 我们有时候,有时候有些个病,我们就没有扎血位 比如说,它扎成那扎,我们就选它最疼的地方,扎 扎完以后,你怎么扎,它就可能就很好 或者出了针以后,它可能扎不疼了,然后又开始使用 马长,它可能小到这儿,那这儿再来一次 这样有时候,可能大概那么三四个,它觉得没有太疼的地方了 可能这个病人就算了,有时候就算好 有时候是这样的,包括有的是,它就是一个肌肉的一个筋件 一些粘连啊,什么的肌肉的肌肉 可能一通过这么一扎一次,等于相当于松解了 也就是过去了 所以说,好多我们搞针刀的,搞什么的 讲究的是,把那些软组织啊,或者肌肉的一个过程 或者是腰织间盘子那些压迫的一些松解过 没事,这就很难 好吧,我给它起个拔罐,我给它起个拔罐 没事,这啥也没有,就没有 你看,这为什么我说它这么着,可能它刺激得更好 它这来回弄,起码跟针咬的比你眨一针大 你想想,那四个方向吧 当然我说的是,不光是说针咬的比 还是它的,以中瓦为主的,上下左右的那一步 拔罐 拔罐,待会儿 你来拔吧 不会太穴 不会太穴 就在这儿拔 来一包 来吧,我交给你 来 咱们有想拔的吗? 有没有拔过罐的吗? 来,你这个肯定没有问题,这不像扎针它 来,这肯定没有问题 你拔过没有,拔过就算了 没有,来,你站到我这儿来 站好位置 我先告诉你怎么拔 就是让它闪火 把里边空气弄了趁机,赶紧地弄进去 不要把这儿烧很烫 比较快,就是把里边空气烧掉 或者这么大火灭,烧位都没了 这样都不用转 他会把屁股给烧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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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吧 要是人家不通议 要是人家不通议 对,确实 你别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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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这个也没说 这也确实有时候 别看这么简单,真给人烫了 像咱们有一位 在别墅练针灸 给人家把眼砸了 找人家责任吧 也不好找,学习的 在别的班学的 有时候练 也要注意安全 也确实的 大家互相练练 如果要有机会 互相练练也好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拔罐呢 一个是别烧伤皮肤 一个是别把罐子烧得太烫了 动作快一点 它是个什么道理呢 很多人都会 各别人都会 就是一个 一燃烧 把那点空气一烧没了 这罐子短暂的 形成一个负压 把它往这一扣 这里边是个负压 自然就把这儿吸住了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至于说这个 你看 因为它刚扎过针 一扎里边出点血 这也是我们要求的一个效果 也是肯定应该是这样的 针眼呢 针孔出一点血 这个 这个 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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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尤其那位 不会拔罐的同学 再听一下 刚才那位 刚才那位 不会拔罐的同学 再听 等他 不会拔罐的时候 等起这罐子的时候 不是拽出来的 是按一下 按一下旁边肉 它就放了气了 这样这肉 罐子旁边一按 就有个坑 自然就进去空气 一有空气 这罐子就起来了 不是拔的 拔的 有时候 把肉拔一块 下来 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拔下来 劲儿挺大的 比方这些 敷牙 你看 针这么高它也没事 我这个 其实我 其实我 其实像这个 其实像这个高度的话 等于我这儿给它里边压力还算 比较偏小 不到 这还算比较偏小 我们只是示范一下 坐一下 要是大的可以拔下来很高 起了吧 好 我们主要还是示范一下 对 放了 放了 我自己切 好 简单的放 我一看就好了 对 看就好了 看就好了 没有问题